今天來做一個 比較啊坦克跟這個窗簾盒 很明顯可以看到窗簾盒中間這邊的黑色面 比較 比較短 側面這樣看 球桿加上去的時候中間的黑色 非常的有可能會 卡在球桿上面這樣球桿很容易被他刮到 那另外介紹一下坦克的部分 坦克的面中間這個縫 那我當初設計的時候雷射切割 球桿放上去 窺到地方只有這個 培領的部分 那兩個來比較一下那我們現在先滾這個 窗簾盒 看看球桿滾起來的情況是怎麼樣 球桿放上去 正常這樣滾 力道大概 順順的滾 球桿 感覺有點卡 先看前面這個部分 發現那個 原色的這個 滾軸 輕輕的話根本就不會動 而且 大家看一下球桿的烤漆部分有一條一條的刮傷 這是球桿盔在上面 那個黑色這個塑膠頂到的時候 這個才叫做真的會刮到球桿 現在就是一條一條的 非常的明顯有沒有這個才會傷到烤漆嘛塑膠也是會傷到漆 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一樣後面也是中間這裡 然後看到影片所以很明顯的看到 我們球桿在轉 可是這個 紅色的 培鈴 也不是培鈴啊這個塑膠 輪根本沒有在動 那表示他是靠由這個凹槽 這樣頂著球桿 那我們來更清楚看一下這也是很嚴重 球桿就是一條一條的被這個 黑色這個塑膠盒 給刮到了 這樣的東西大概大家應該 不會想要使用吧那我們來參考一下 原本我自己設計的坦克部分 這個手撥的速率是一樣的 力道是相同的 滾起來應該不會那種卡卡的感覺而且他會自己慣性跟著走 看一下前面這個部分 在滾的時候只有培鈴 頂到那個 球桿面那中間的牙克力並不會碰到 是閃過的 非常的明顯 那因為剛剛球桿已經有被刮傷了我們往下面這邊放一點 好 這樣滾 正常力道這樣滾 球桿並不會 因為這個是鐵製的嗎那你如果小小力的滾不要用力或是去敲他 根本不會傷到烤漆因為他的面是光滑面 不像剛剛那個窗簾盒是有一種 比較粗糙面的感覺 這樣看一下後面的地方 我們只有球桿的 只有培鈴的部分 會碰觸到你的球桿 那我們壓克力的地方因為當初有設計過 並不會接觸到球桿這樣去散過 那看一下漆面的部分 往 往後面一點滾 我們看一下會不會刮傷我們的漆面 因為我們的培鈴是非常的光滑面的 這樣滾完大家可以看 看得清楚這個兩者的比較啊 畢竟 有精心設計過跟人家買那個 增加現成的窗簾盒比較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